在山间啊,就是钢琴的极建设 因为古拉宇啊,它这个小岛啊,也被称之为钢琴的营业之乡 所以早期呢,这个小岛啊,就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所以岛上啊,影响都钢琴下来 就门于这个小岛上啊,因为有五百人家的钢琴 平均啊,大概差不多每三十五年家就有一步了 嗯,还有这个小岛啊,它也培养出许多这个音乐人才哦 像那个甘琴家殷琴中,啊,就是黄和鞋缩手组和胡鞋缩啊 还有中国迪威宁子徽家,周初安女士,陈索黄啊 等等都是我给大家出去的啊 你看我们刚刚那货